谁说艾姐不爱洗澡 是直邋遢小熊 我们拽姐只是不想被摁着洗 最近重庆气温持续走高 贴心的馆长为可可爱张的淋浴生 本以为艾姐会绕着走 不成想艾姐 态度180度大走弯 不仅主动洗澡还带上了小黄牙 于艾表示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第一次看到大熊猫开心到鼓掌 隔着屏幕都感受到了艾姐的快乐 看到艾姐这么喜欢隔天外公鼓断声机泡澡装备 就连虫洞祖传的大红枣盆都被扛了出来 等一切准备好后 艾姐隆重登场 吃了些笋酸等水放满后 才开始泡澡 玩到尽兴时还站到了枣盆上 抬头示意旁奶爸打开淋浴 急得熊家就差说话了 慢喝旁奶爸直男思维就是看不懂啊 看来艾姐不是不喜欢洗澡 而是不喜欢被两脚兽摁着洗 想当初馆长和奶妈给艾姐洗澡澡 被控制住的艾姐 像一头发疯的松尸 一边骂骂咧咧一边使出浑身力气想要挣脱 甲标形大汉合力都差点没摁住他 搓屁股的李奶妈更是洗出了表情包 洗完澡的艾姐还不紧气 追了馆长二里弟 说起熊猫爱洗澡 就不得不提熊熊碎碎的扶珠柱洗澡 下水时前还不忘试一下水温 洗个澡的狗里狗气 莫名感觉到有种圆润女士早年的样 泡个澡音生生泡出了狗袍的感觉 泡澡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熊犬整活想蒙手凌颜还是个浴室歌星 特别喜欢洗澡时唱歌 大冬天的泡在里面 一边套一边唱歌 姨姨们都看哆嗦 胖颜还在里面 咱就是说奶爸 要不你下去给凌颜搓搓背吧 后背太脏了他够不着 作为熊犬唯一一位靠谱的凶枪 抢枪 没有去歌手的舞台当真是可惜了 因为练歌练习得太晚 凌颜都泡在里面睡着了 被奶爸吵醒后 赶紧搅动吃水 掩饰自己没有偷懒 果然任何物种干大事都会假装狠猛 真的很好奇拿着男熊 未来能够陪伴我们家福猪猪 甚至连当初接生福宝的五卡五奶爸 都在八卦福猪猪未来的男朋友 也不知道拉茲男熊 未来能够陪伴我们家福猪猪 那么这几位福宝男友候选人 你最看好哪一位 首先是门当户队的吕法贵公子袁梦 小时候凭借一身卷毛火遍全球 法国第一夫人是他的干妈 如今回国的袁梦入乡随随 适应得非常好 逐渐变得潦草起来 在爱闹爱玩方面不舒服朱主 第二位圆脸暖男乔多多 与美熊猫小奇迹的邻居 虽说没有圆梦的留学背景 但是乔多多熊品贵重历练有着 不仅有着极为珍贵的野生基因 长得还特别帅气完美地 继承了妈妈乔乔的高颜值 圆圆的包子脸可爱又甜美 最关键的是他性格好 喜欢点熊做头发 如果福宝看上他 再也不愁发型的问题 第三位相亲男嘉宾 熊猫界的吴彦祖 最佳赘婿 小田包北辰 如果说熊猫圈 心境可爱男熊 北辰一定榜上有名 微笑唇蓬蓬脸 跑起来四肢各有各的笑 停下来就是个小板凳 因为太过年熊 小小年纪就过上了独居生 如果扶朱朱能等了三四年 等小田包成年谈唱姐弟恋 也挺好的不是吗 说到姐弟恋冲动的于可表示 既然他可以为什么我不可以 可可我也是没帅哥们的 最后一位压轴出场 是书圈顶油七仔 他具备前面几位选手的所有油 基因好研制在线 最关键的是他很宠毛 对每一任老婆都是真爱 不爱的七仔 不管胖的瘦 年龄大年龄小 他都喜欢 就是年龄大了些 关于扶朱朱的另一半 把他养大的江姨 有自己看法 他希望扶朱朱能找到一 像是爸爸乐宝一样的白马王子 性格乖巧脾气好 凡是见过乐宝的两脚兽 没有一个不喜欢乐宝 照顾过他的刘娟奶妈鱼郎奶妈 一直对乐宝念念不忘 那么对于这五位男嘉宾 谁最符合江爷爷的选序标准吗 这只吸水性超强的熊猫右 就是二十三级的岩霸 熊猫圈新近妈宝熊咸仙仔 都说熊猫有着祖传的躲雨方式 借着屁股埋着脸 但是喜欢下雨的咸仙仔 主打一个反骨 下这么大的雨直接开启英语模式 不得不说咸仙仔之身熊皮皮衣 吸水性也太强了吧 咸仙仔刚出生没多久 就跟着干妈瑞瑞生活 而他的亲妈咸仙 则是带着他的双胞胎兄弟参加也陪去 干妈瑞瑞很负责 对咸仙仔视如己出 同时叫两个仔爬树 一手托咸仙仔 一手都瑞瑞仔 最后叫出了两个小学霸 丝毫看不出一点新手妈妈的样子 对此虫洞的盲仔表示我不信 除了干妈的呵护 咸仙仔还特别爱念这李奶妈 每次见到李奶妈就要抱抱 这妈宝男的样子 和虫洞的雨可如数一指 一旁的姐姐瑞瑞仔表示 看我那狐妹子弟弟 看来虫洞于可妈宝熊的称号 就要保不住了 李奶妈很宠爱咸仙仔 看到咸仙仔爬到自己背上 自己索性背起了咸仙仔 可爱的咸仙怕掉下来 还会像个小孩一样 用嘴蹬一下用嘴咬住袖子 咸仙仔虽说有些妈宝男体质 但是一点都不交管 不到半岁的年纪就已经开始吃索 这天瑞瑞看到儿子咸仙仔 一手一颗鲜嫩竹锁 二话不说就夺走了 不得不说熊猫妈妈 在吃的面前都六亲不认 瑞瑞强烈安利咸仙仔做南瓜盘上 结果咸仙仔没做上去 整只小熊险些被压成平板 咱就是说 咸仙仔这么皮实 不是没有道理的